看尽众神 英雄传说 刚刚进来的最新校园的画面 就是基隆海关 查获了一个货柜里面 装满了1200多个英国的名牌行李箱 不过呢 通通都是仿冒品 如果流入市面的话 业者可以获利高达5000万元 纸箱内摆满着黑白交叉 隔温用塑胶膜保护完整 还标榜着英伦风格的时尚名牌行李箱 但这些通通都是仿冒品 宽税局在基隆港码头仓库 查获一直40尺的货柜屋内 装满1200多个英国仿冒行李箱 标签上还著名是酒醋赠品 数量这么多 业者还只申报23万 立刻就被海关人员识破 疑似Burberry的名牌商标 确定这批货物为 涉嫌侵害商标权的案件 这些仿冒的行李箱不仅品质不好 而且只要用力拉扯 接缝还会破损 在市面上一直售价四万五千块钱 万一流通市面 获利可是上看五千万元 为了防止仿冒名牌行李箱流入市面 关税局除了要将行李箱通通查扣 业者还得吃上总货价 一到三倍的罚款 民众购买行李箱时 小心别 售品上当 中心五高佩龙 今天我们报道